台湾方面的消息 享受93歲的秦厚修女士 今天在一切從簡的儀式當中 完成了火化的儀式 與母親感情深厚的 馬英九總統淚流滿面 不停的用手帕來擦淚 那我們一塊看看 這則來自台灣的報導 陪著母親秦厚修女士的靈舊 馬總統捧著母親遺照 進入靈堂 叫向母親送最後一程 代表全家人治紀文的長女 馬以南 要母親一路好走 聽到這番話 馬總統再也強忍不住哀傷 眼裡止不住的淚不斷滴下 在後方的周美卿 懷念婆婆 淚水也絕題 馬維中代表孫輩 念起紀文 好幾度氣不成聲 行後修遺體火化 為了表彰他75年國民黨黨齡 還特別將骨灰壇覆蓋黨旗 骨灰壇上則是刻著馬總統親自寫下的字 厚德修身 一身中黨愛國 慈母良師 勇士難報恩情 馬總統捧著媽媽的骨灰壇 馬家大姐馬以南 二姐馬乃希 三姐馬兵如 和小妹馬力軍等親屬 互送前往 不得公募案錯 塔威和馬總統父親 馬赫林相邻 讓兩人能夠長伴相眠 短短四天辦完勤後修後事 沒有設林堂 也沒有功績 一切重檢 馬總統鞠躬 謝謝社會大眾的關心 所有幫助我們這次 讓你的朋友們 我們向大家鞠躬 表達感謝之意 去鞠躬 記者丁選吳家報 蔣龍祥 台北報導